我从小就生活在明北北奥村 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地方 在这个村庄里面 从古至今 一直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习俗 马铃 两层吉时已到 起目 走 北奥村民认为 因明北气候潮湿 埋于地底的仙人尸骨 亦腐朽起霉 这将为后世亲人带来不祥 因此后世亲人每隔二十年 就会换来古清命剑的乞丐 入木式检蛊 取出清洗 晒干 再放回原味封墓 乖 鸡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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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看看 有事吗 有事吗 有事 有事 有事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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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生贤解零了 赶快磕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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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时候有毒 里面还有人 我们得去救他 长生贤不好惹 你想害死我们的 长生贤饶命 不自行救 水灵 照顾好妹妹 常常贤的 爹 能长生贤吗 我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 我曾经以为 这闭塞的地方 民风淳朴 会是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 可是我错了 两臣吉时已到 三岁吉时已到 救命 蛇肉 没事 妈 你们俩又去后山打长蛇仙了 妈 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 这要让村里面的人知道 会惹大麻烦的 长蛇仙 莫怪莫怪 年轻人不懂规矩 妈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信这个呀 你爹就是惹了长蛇仙 我们才被竹树董家 闻脸 快把蛇带到后山放了 我不放 好不容易抓到 你是不是想让马死的 早点 妈 你别生气了 妈 你 妈 你先进去 走 跟我们放蛇去 快点 走啦 部长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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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叔 大叔 东西都运回来了 温宇正带人布置词堂 您放心 今天的婚礼 一定办得热闹闹闹闹 好好好 辛苦了你啊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来 你哪儿 哥 这马真神气 有啥可神气呢 不就一让人骑得触手 别看了 这地方晦气 晦气 为什么晦气啊 你别问了 休闲 过到这儿就是表催 二房大娘枕头一个 是鸳鸯枕 挺简的 没有 那里边做多少人都是订主的 有树的 三叔 你春花啊 来了 来了来了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好好好 五房 蒸春花 银元 五梅 请柬呢 我来咱村里七八年了 村里哪家没吃过我磨的豆腐 就算没有请柬 还能不让我进去吗 您说对不对呀 三叔 对 对 对 谁说不对了 进去 快进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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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淳花 你慢点 那 那你回去吧 别乱跑啊 你处着干啥 赶紧回去 帮我在里边盯着点 小叔 你干什么 春花啊 你自己一个人过了 怎么不容易啊 不要小叔 你就跟老子过吧 老子等你很久了 从今以后 老子让你跟我吃下的喝辣的 来吧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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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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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 小娘 救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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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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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竹小姐 竹小姐 大蛇吃了三叔 大蛇吃了三叔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我爹怎么了 你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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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爹被大蛇吃了 快去看看 快走 走走走 爹 我也去 你不能去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照顾好秀琴 王辉 蛇 秀琴 别怕 这山里有大蛇 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你放心 从过我至今 他都没有进过村子里面 爹 爹 你晓得怎么在这里呀 我 我刚好路过 咱哥喝了小酒 为何回到这里了 他 他想占我便宜 你胡说什么呢 再敢污蔑我爹 谁免我杀了你 我没胡说 刚刚他就在正义 把我推倒的 你还胡说 我弄死你 有谁说事 别动手 我跟个没人要的寡妇动手 怎么办 关你屁事 你是天赋吗 董文宇 你会不会说人话 你 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杀吧 杀吧 我 你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凶多吉少安 长蛇仙十年都没有进村了 这次突然来了 其中定有蹊跷 你说这长蛇仙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你们大方家 引起新娘的时候来了 难道是这新娘子 把长蛇仙带来了吗 文宇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只是大家都这么议论 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 平日离我就很少回来 这次回来办完喜事 我们就回上场 以后再不回来管这破事 都给我闭嘴 谁再敢多说一句 我就帮他逐逐总价 族长 我们得想办法 让这长蛇仙消停哪 要想让长蛇仙消停 只能用 老祖宗留下的那个办法了 爹 闭嘴 爹 给我捆出去 滚 好 我 帮你 后来 闭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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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意思 莫非真用老祖先留下的法子吗 要找一个姓董的冰清玉节的姑娘 献给长蛇仙 这冰晶玉节的姑娘 上哪儿找的 妈 反正 无论如何 得找一个 姓董的姑娘 您的意思是 只要姓董就行 哪怕是被逐出 董家的 也行 文林 以后啊 少惹事 遇到人多的地方 就躲避 少招惹麻烦 妈 不是我要招惹麻烦 是麻烦要招惹我 哥 干什么 哥 走 哥 哥 哥 你 你 怎么咧 抓我院士老祖宗的法子 带他去抢神仙掀剑 是你们家的福气 你知道吗 人哪 把他放了 老祖宗的法子 你 文林 哥 哥 哥 别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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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 哥 别打了 教 老师 mä 温泉 爹 爹 文杰 爹 文杰 放开我 放开我 快点 快点 放开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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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实点 放开我 大伯 大伯 文杰 你不要怨恨族人 你能释放肠射先 是你的福分 也是董家二房的荣耀 五日后 六月初九 你能释放肠射先 以婚丧嫁娶 以祭祀 届时 恭送董家文杰 不长舍先见 怎么样啊 大伯 大伯 我是文杰啊 你不能啊 大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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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这样啊 大伯 大伯 文杰 刚才三房董文宇 把一个小姑娘抓进古餐里了 那小姑娘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要把她抓起来 她什么也没有做错 只不过刚好在这个年纪 又没有出嫁 又正好 她心动 什么意思啊 好 每当长舍仙闹得不可安生的时候 都要献上一个冰晶欲解的董家小姑娘 以此 代唤村子十年太平 这样献祭 那可是条胡生生的人命啊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董文辉 你也是在省城读过书的人 你还信这个 不行 我得去给爹说 放了那个小姑娘 小心 陈善你就别管了 这本就是爹的主意 你要是去把那个小姑娘给放了 会被全座人活活打死 连我也保不了你 那你就让我眼睁睁地 看着那小姑娘陷阱 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吧 过了三天 咱们就回盛城了 到时候 叶姆就心不烦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